透过培训课程让想要经营民宿的业者 能够提升住宿环境、服务品质跟防疫安全 确保旅客住宿感受 未来台南市政府也会持续以观光为整体目标 整合跨局处的资源 并连接地方的经济发展 创造多影的观光效益 考驾照很重要 但是考上驾照之后 遵守驾照规则更重要 因此我们会将一些政府的法规 将来机场的方式 跟各位业者来做一个好好的研习 也希望经过研习之后 毕业之后我们接下来 他要开始申请民宿的经营 然后我们也会加以认证 好的民宿我们推广给大家 不好的民宿我们辅导他改进 所以今天的优质民宿提建 这个是台湾 这个是政府 是第一家做的 那我们第一阶段 我们结合了中央的政策 我们帮了中央推动泡特民宿 那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就是我们的加分项 就是在特色的部分 大家各自的特色有哪一些 我们在政府店 我们来做一个展现 那通过的人 就可以拿到我们 优质民宿的一个评价 台湾今年针对 民宿办理辅导计划 除了安排课程以外 也推出优质民宿认证机制 分为毛小孩 生态景观风格 亲子与背包客 五大类进行评比 透过制定认证指标 让民宿更加贴近旅客的需求 也让优质民宿认证 成为业者的光荣 一起迎接疫情后的观光商机 记者苏英豪中西区曾报道